接下来请大家注意 有四个动作 这个四个动作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医疗 背负我们颈椎的一些神经系统 让它归位 还有这个两个肩盘的算通 都可以治疗好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两个手 这样子翻动 画两个大眼前 很轻松的 同时身体也是很自然的给它翻动 好像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不作力的 很轻松的让它自然的飘动 反过来也在做这个 也是画两个大眼前 同时身体也是给它很轻松的 一直翻动 一直翻动 很轻松的画两个大眼前 然后再走右 这个头呢走右两个翻动 好像给风吹飘一下 好像没有受力的 很轻松的 让它自然自然的这样子飘动 两面飘动 做完了这个动作呢 然后这个 这个两只手朝上 然后用力摔向前摔过去 朝上用力摔过去 这样子整个身体用力摔过去 记住摔的时候呢 这个后面这个筋 这个筋要给它拉住 整个身体的筋给它 给摔到了 这样子用力摔呢 这个筋被拉到了 但是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血压到的人 不要做这个第四个动作 一共四个动作嘛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这个第四个动作呢 血压高的人要谨慎一点 没有血压高的人 可以放心的做 这样子最好天天做 一天做两次 一个动作呢 做三十六四也可以 五十四也可以 一百下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 离了这个紧缀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自从做了这个动作呢 哦 过去这个紧缀后面 这里有酸痛的问题呢 全部都解决好了 好 谢谢大家